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神灯 这个神灯绝对不是神话故事里的阿拉丁神灯 而是真正具有神力的灯 这个灯在哪呢 贵州省人民医院 眼前这台由六根宝蓝色的灯管组成的杀菌机 全名为Hepalite 紫外线消毒灯 也被称为紫外线光杀菌机器人 可别小看机器里的六根高输出拱旗灯 它们产生的紫外杀菌照射在距离2.7米 和暴露5至15分钟的实验情况下 能杀死99.99%至99.99%的测试微生物 其中包括H1N1流感病毒 H5N1禽流感病毒 MRES病毒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神灯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最新的研究数据 这台机器还能杀死从患者呼出气体中的新型冠状病毒 有效阻断传播途径 如此神力绝对是我们在这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战斗中的有利武器 这个是因为我们也是应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这个危险的一些高危的一些区域 因为这台机子的话 它是一个超紫光的这个杀菌机器人 它可以对我们我们的诊室里面的环境物表 进行一个快速的消毒 除了杀菌效果更强之外 效率更高也是这台神灯的厉害之处 省医院感染科副科长摩霞告诉记者 相比医院已有的过氧化清空间消毒灯 这台超紫光杀菌机启用后 杀菌消毒时间将缩短35分钟以上 一般情况下 5分钟就能完成一间病房的消毒杀菌工作 据了解 目前新型超紫光杀菌机 在西南地区仅有两台 我们就紧急添购了这么一台 就用于我们的发热病房 发热门诊这流关病房 还有我们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隔离病房这些 如果说有这样的患者搜治之后 病人如果转出之后 我们会对这个房间进行处理 保证我们这个房间里面 空间物表都被消毒过 中午12点 这台新型紫外光杀菌机已经安装完毕 在省医发热门诊病房 完成调试后将正式投入使用 安全的医疗环境是目前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重要的环节 希望这台神灯的到来 能持续发挥神力 为患者和医护人员提供有利保障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